中天新聞台遭民進黨政府下架 但近期超最兇 五二頻道到底誰接手 掌聲傷大權的NCC 當初這句話帶出執政派系 宮廷內鬥 呼籲我們所有系統業子 給予公廣集團新聞頻道 有一個機會 公開挺公廣自詩為 獨立機關負責人 NCC主委陳耀翔 被國民黨立委驚咬 根本是配合府院演出關中天 甚至被質疑成為新一代喬王 根據網路媒體揭露 NCC主委兩度找中家喬五二台 民視府里要華視撤還宇 第二次約見時 中家高層希望NCC能明白指示 陳耀翔則回應 這是府里的意思 剛好中家高層自己體諒他的難處 軟硬兼失煞 讓中家難以拒絕 表示會考慮 但這一切都遭NCC駁斥 純屬虛構 我想主委的回顧 我們的新聞稿已經聲明 已經很清楚了 主委就是說並沒有找中家 講得知知悟悟 NCC發言人渦伯中原本流利的扣挑 捐印報要內幕搞得不斷跳針苦疾 一切只想推給新聞稿說明 如果這個新聞是假的 你應該提告啊 蔡總統都說你是獨立機關啊 你自己也認為你是獨立機關 如果你不做一點正視聽的動作 對吧 那個表示說你心裡有鬼嘛 主委也很難當啦 那我們希望說主委就根據市場的機制 做最公平最獨立的判斷 會恒生事端的事 的一些其他的事 我想我們能夠避免就盡量避免 無二這塊燙金門牌 是我讓陳耀祥真誠施壓系統台僑王 還是聽指導的棋子 記者致電陳耀祥 只截稿前戰無取得回應 不同於過去台灣政壇各種僑王 僑是公開坦蕩蕩 這回牆無二頻道爭議 恐讓陳耀祥面子裡子兩頭空 這程序李一璇台北報導 蔡政府 關中天 言論自由已死 新聞自由已死 請立刻訂閱按讚分享開啟小鈴鐺 中天電視YouTube頻道